美国对付中国可以全方位的 随着搞贸易战,当然搞到 这个美国人都很谎,搞到美国人没胆好吃 接着就在12月的 去年的应该是2021年的12月 2020年就通过了一个叫做外国公司问责法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 12月18日就给了特朗普去签署 这个法案就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披露 公司是不是由外国政府持有或者控制 要正式合乎美国法规,否则就要除牌 禁止在纽约政交所或者纳斯特克交易所里面进行交易 而有关法案就主要是针对中国 而中国的企业,所谓的中国概念股 在美国就有很多的,而当时有一个叫做追踪这个中国概念股的指数 叫做金龙中国指数呢,当时升到18000点的 那后来也出了这个2021年的1月1号 那出了这个所谓的法案之后呢 就因为针对中国的公司嘛 那那个指数不停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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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当中呢就有18个大的板块的,而其中呢 在这个250加里面呢,有大约160加中期 包括什么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这些大公司 都被列入了,未达到美国审计标准 所谓审计标准就是要连续三年都要经他审行之后 合格你才继续在美国上市的 而这个刚才说的160加呢 大约在159加就是,那就跌入了这个预定名单 可能被人剔除,所以变了这个退小潮那么厉害呢 那会吓得那些很多人,很多公司都要走投 那就在8月12日最近,这个月 有5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代表公司就说要退市了 那这些公司都很大的,就是包括了什么呢 就是石油巨头、中石化、中国人寿、中国女业 中国石油和这个上海石化 主要原因就是说公司发行在外面的传托股 占公司H股和总股数比重就很小的 而交易量和公司H股全球交易量相比也都比较低 那由于这些不同上市,监管有差异 那你要搞一大堆东西,所以觉得物有所值 那很大的行政负担的索性 不做了,那这样 然后就反正有其他地方,走来香港上市都可以的 那时候就在香港上市的 而中美就因为这个退市潮 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呢 它这样害到这个美国的投资者都很大事 因为中概股在美国的持股量,比如那些退休公司 退休基金啊,那些Mutual Fund那里 都占了4.1% 那你以为我全部退股就跌到,马林认得 当然会受损,刚才说18000跌到7000多点 而中美两国呢,在8月26日就宣布了 就签署了这个叫做审计监管合作协议 那那个协议就会允许这个美国监管机构 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审计机构进行这个检查和调查的 那包括了检查上市公司的审计底稿 那其实早在今年的4月中呢 那中国证监会已经表示 就会修定这个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规定 并且为开展包括联合检查在内的跨境监管合作提供便利 那分析师就解读就是说这些此举呢 其实就是中国在做主动让步 以符合美国上市公司的监管依求 有分析就说如果这个协议能够具体落实呢 就会减缓这个中国公司在美国证监所的退市潮的 而美国公众公司会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就说了 预计美国检查人员就会在9月中旬就会抵达中国 而美国监管机构长期以来都要求这个要获得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 但是中国当局一直都以这个安全问题为由 不愿意被这个美国这些监管机构走到中国里面 这些会计师那里查东西的 那现在他改了例子就是说 刚才说的让步的原因了 究竟这个审计底稿有什么重要呢 简单的说了 审计底稿就是在财务报表审计期间的总会文件 所有的文件 是什么呢 就是用来证明这个审计员获得了足够的资讯 支持他们对相关财务报表的意见的 而中国多项法律规定就说 审计底稿这些档案应该存放在境内的 而理由就是因为这些牵涉到太多这个国家机密 现在涉及了因为资讯安全 这些国家主权的资料的 随着美中关系恶化中国加强了对审计底稿的管控 而美国监控部门也都受到压力 要求这个中国企业要达到最新的审计要求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披露就说最近 中国监管机构就和一些中企说了 只要遵守国内有关数据安全和资讯保护规定 政府就支持他们在美国上市的 而中国监管机构都说了 将允许这个美国会计监管机构不受限制 来到访问中纪在香港的审计底稿的 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 虽然这个美中双方都说要达成共识 但是有关怎样去检查这些审计底稿的方式 就是大家的说法不同的 美国的声明就是说 那个机构有权自行选择它的检测 检查和调查的公司 审计业务和潜在违规行为的 而无需咨询中国当局 也无需中国当局提供意见 但是中国证监会就说了 美方要通过中国的监管部门 是获取这些审计底稿的 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之下 对这个事务所相关的人员进行 文讯不是说美国你说怎样就怎样 应该要建立一个叫做对等的原则 而且中方也都声明 合作协议对于这个审计监管 合作里面可能涉及的敏感资讯的处理和使用 做出了明确的约定 针对个人资讯这些特定的数据 设置了专门的处理程式 第二点就是合作协议可能带来什么影响 那那个协议的签注 可以避免什么很直接呢 就是有更多的中国公司 由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 因为牵涉到很多股民 我都又买这个中期的股票 有分析就指 由于没有美国的审计认证 即使在美国证交所上市 你的价格都不放好到哪里了 因为很多中企因此就在美国退市之后 转到欧洲 特别就在瑞士政交所 发行全球全托腾证 而中国证监管机构 在今年二月就说 会将互联互通全托腾证 英文就叫Depository Receipt 简称DR 即是说某个国家的一家公司 想它的股票在外国流通 它就将一定的数额的股票 就委托一间中间银行 叫它保管 通常就称为保管银行 或者受通银行 由保管银行通知外国的全托银行 在当地发行代表 那个股票的全托腾证 之后全托腾证 就可以在外国这个政交所里面 或者桂台市场交易 那业务就是说 在瑞士的股票 你明天在中国、深圳都可以买到 那业务图看得到 瑞士、德国、深圳这些上市的公司 第三就是协议虽然签署了 但是两国今后要怎么协商呢 具体执行那个协议 是怎么去执行呢 就是一个焦点 那中国有一个商业人士 叫李寿商就说 中美强调有所不同 既是法律问题 亦都是政治问题 与其说是妥协 不如是寻找一些共识 那未来的关注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公司由这个 好了在美国退市之后 比如刚刚中石化那些 是不是可以经过审查 再重新上市呢 另外就是说 还未上市的中国企业 怎样和美国政交所互相互动呢 另外就是瑞士 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全球 全球 全球 就在8月30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就说 这个能源贵乏的欧洲 即将会体会到这个美国友谊的价值 不过就可以提前剧透一下 答案就是不是值很多 很少的一文不值 文章就指了 在美国的欧洲盟友 正在急需要原料之際 美国的能源部长格兰霍姆 就写了一封信 很霸道在华尔街 华尔街的形容 这封信就非常霸道 他们就要求美国的主要能源链油公司 就不要增加这个燃料出口 你说这个欧洲很缺乏 他就叫别人不要增加原料出口 格陵姆就说 隔离美国成品由出口 是历史已经去到这个历史水平了 那我就当初你们在短期里面 集中精神在美国建立库存 而就不要抛售现有的库存 进一步增加出口 不可以这样做 而美国部分地区的汽油和柴油库存 就处于历史低位 那美国人将美国放在第一位 欧洲对这件事其实都不应该感到惊讶 以前都是这样的 你看看哪个特朗普说什么 American Great 而格陵霍姆的姿态 和今年6月27日 这个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发表的联合声明 不是这样的 相差很远的 那联合声明就说 提到要共同努力寻求 未来几个月进一步 减少俄罗斯能源收入的方法 那这些西方盟友就说 他们就已经通过减少天然气需求 在这个能效技能上面进行合作 以及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 又减少了欧盟对俄罗斯化石燃料依赖方面 处得很大的转战了 的确是现在他们搞到自己 没有完了 最近德国就说 你那些殡仪馆要搞串销 什么意思呢 就说一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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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人就不是太化算 现在就搞串销拼销 一个销麻烦你找五个 烧五个尸体 这样都可以的 而事实上 美国在这个情况 根本就没有满足 根本就没有满足得到 这个欧洲巨大需求的基础设施和能力 而且美国国内面临的压力都很大 他自己的都通货膨胀很厉害 其实都一样的 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 在8月访问加拿大一样的理由 加拿大总理杜鲁都直接说 我们不可以提供你液化天然气 我自己都不行 白宫就说 他正在和欧洲合作 使得能源供应多样化 而美国和其他的产油国 已经加发了步伐感 但可惜 如果欧盟在世界各地疯狂地敲门 挪油之際 美国能源部的部长 就叫你美国能源的供应商 就立在后面 不要认为我们假装我们不在家 当欧洲那些火盆没有到 就不要帮他 那意思 11月中期选举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和民主党人 最关注自己的政治利益 当然他要当选 当然就不会冒着国内出现这个燃料短缺的风险 因为这个可能会令到共和党 获得这个胜利 那美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出口商这个FreePod 就说他旗下 之前就提过 旗下的在德州、墨西哥、湾、沿岸的L 那些液化天然气厂 就出现爆炸、起火 要三个月之后才重启 所以便要年底才能够全面恢复运作 那这个远远超出了这个市场 预期早期就说 好像说要关闭三个星期而已 有些阴谋论者或者看来爆料人就说 其实这场所谓的爆炸 它是爆到恰到好处的 没有影响到这个FreePod 这间公司的生产的 天然气生产的 液化天然气生产的 而就说要维修 又停止出口 其实可能它根本就是想减低出口 那令到国内供应可以增加 那价格就可以舒缓一下 那至于欧洲没有廉价的 俄罗斯天然气陷入困境 那不关美国的事了 不理你了 那俄罗乌冲突之前 华盛顿就一直阻止 不让这个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运作 那个管道计划 通过这个德国 把俄罗斯天然气运到欧洲 而华盛顿就说 如果欧洲那么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对欧洲不利 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此在保护欧洲 免受伤害的房子 那华盛顿就会尽其能力 走去尽其能力阻止这个项目 不让这个北溪2号运作 最终结果就是 对于这个华盛顿的全球环竞争优势来说 欧洲在经济上的维持能力不断下降 其实都是在说一鸡三尾 什么三尾呢 就是打中国 打俄罗斯 还有其他人是打欧洲 打欧洲可能是主要的目的 其实呢 其实呢 我经常觉得呢 就是你说什么都可以的 因为你没什么出奇 就是不是很出奇 你喜欢怎么说怎么说 但是有人相信才出奇 那俄罗斯通过了北溪1号管道输送的天然气 其实呢 就使得这个德国成为欧盟的经济中心 进而呢 就使得欧盟呢 得以和华盛顿 在全球竞争的 在这个之前呢 欧盟对北溪1号管道的依赖呢 从来都不是问题的 那现在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呢 欧盟呢 单方面切断自己的供应口自己搞碎 又将这个问题呢 归咎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 就说一说一下 欧洲现在呢 就面临创纪录的能源短缺 製造业短缺 去工业化 这个时候呢 就指责普京了 他们的政客呢 其实希望欧洲人相信呢 都是普京惹的 而不是欧洲政客的愚蠢 如果不能够 如果不能够 如果不能够将这些民众的愤怒 移转移到这个普京身上呢 就可能呢 又会导致这个国内动乱了 又出现这个 满街都是美丽风景前 不过呢 又不可以说这个欧盟成员 国没有得选择的 其实呢 匈牙利呢 已经证明得到了 如果认为 反俄罗斯的制裁不合乎 本国人的人民的 和行业的最佳力的 完全可以拒绝的 不理他的 那么这个 其他欧洲国家自招 这些苦果 自从冲突开始之后呢 这个俄罗斯不仅和俄罗斯 sorry 这个匈牙利不仅和俄罗斯 达成了新的能源协议 而且 现在呢 还为这个俄罗斯 帮助兴建新的核反应楼 开绿灯 那匈牙利表现出来的自救的勇气 而欧盟其他国家 就是对本国的公民的能源使用 施加更大的控制 同时呢 就告诉他们 要准备好艾苦日子 而欧盟国家 傻奸奸 跟着这个美国 这个事事都以自己利益出发的大佬 这么没意气的大佬 又当走美国所谓的承诺呢 他承诺是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就当成一回事 那欧洲就变成大输家了 那格兰霍姆这个信里面 所证实的这样 那华盛顿总是呢 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利益 那欧盟应该其实做什么呢 首先考虑一下同样的措施 好像匈牙利那样 以免为时过晚 大家好 巴士的布的新服务石楼台 已经推出了苹果和安卓APP 订户可以用APP 来下载石楼台的独家内容 不用连接网络 都可以离线收听收看的 我李同和盧永雄 在石楼台那里不单止和大家一起 策局评论分析时事 还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亲身经历 和所见所闻的 有朋友问为什么我们叫石楼台 其实石楼就是超级食物 对身体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例如是抗氧化等等 我们希望石楼台成为你们 头脑和精神的超级食物 令到你们的眼光更独到 视野更广阔 石楼台是你们的超级精神食粮 你都可以去石楼台那里看看 在画面下面的资讯栏 点击石楼台连结 就可以浏览石楼台的内容介绍 和免费试看一些精选内容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都可以找到石楼台 多谢大家支持